當你的寶可夢死了 就是死了 這是NASDAQ挑戰的第一條也是最殘酷的規則 寶可夢NASDAQ是一個能夠將這如童話故事般的遊戲 變得和惡夢毫無差別的挑戰 除了剛剛提到的第一規則 戰鬥中不能使用藥物 不能在對方派出下隻寶可夢前替換 而對上的寶可夢在道館戰鬥前 不能超越館主王牌的等級 若對上的六隻寶可夢全滅 挑戰直接宣告失敗 我的目標設在成為冠軍 也就是完成八個道館以及寶可夢聯盟 誰知道呢 或許我在第一個道館就會失敗了 或許第二個 第三個 或是我能夠撐到 晚點我們會再回到這裡 如果想在未來看到更多這種或是各種挑戰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來讓我知道